大家好啊 到年底了啊 这个又出现奇葩事件 什么呢 这个腾讯啊 这个到年底他得派息 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咱们讲的是到每年到这个这个你是公司嘛 你作为一个上市公司 你挣了钱呢 你应该把这个钱呀分红啊 要分给这个持股人啊 甭管是买了你股票了 还是其他投资人 只要你持有你股份的 哎你要跟大家分红啊 这就是叫派息啊 就派股息这个意思叫 一般呢 我们看到过派息呢 其实是两种啊 就是常见的 在国内其实比较常见的派息有两种 第一种叫给钱 然后第二种呢 叫派股 但是派股呢 一般是派的自己家的股票 比如说腾讯啊 这个 这个比如说到这个年底了 这个该派息了 那么说哎 我啊 现在拿不出那么多现金来 但是呢我增发了一些股票 然后把这些股票拆一拆 然后再送给大家一些 哎这是可以的啊 这个也在国内其实蛮常见的 但是这次腾讯派息派的是谁呢 派的是京东的股票 昨天看的这个消息的时候都都乐了 我是没见过这么看的哈 你派了别人的股票出去 这个是实在是太神奇了啊 这个 他呢是原来是京东最大的股东 就是腾讯其实是很多公司的股东 这前面我们讲的那个 讲过一期这个联想啊 联想也是很多公司股东 包括前两天那个威亚 联想也是他的大股东 这个腾讯呢是京东的第一大股东 这个派息这件事呢 这个我真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这个因为以前可能我自己也不是特别多炒股票 所以没太见过这种故事 就把别人的股票派出去 因为你自己的股票派出去呢 这个事其实比较简单 就是比如说我增发了一些股票 对吧 然后这个派给大家 然后呢我后边努力工作 把这个股票这个价格做高 然后呢让大家一起跟着我挣钱 这个事其实是相对比较好理解的 但是你把京东的股票派给别人了 那这个价值怎么算呢 对吧 你肯定你说派息 你说我到底挣了多少钱 你按道理说 你应该是有一个分红的一个决议 对吧 我今年挣了这么多钱 然后呢拿多少多少钱出来派 然后派的呢 那么就说OK 首先前数是确定了吧 然后下一件事呢就是说我用京东的股票来派给大家 那京东的股票是这个值多少钱 对吧 这个事呢肯定也是 比如说按过去30天的平均价 还是按什么来折这个价格 然后他派方呢 大概是你每持有21股的这个腾讯股票 可以派一股的京东股票 对吧 他是这么个派方 这个也是这个很神奇 但你派完了以后京东跌了呢 你管吗你不管啊对吧 正常情况下你不是你派现金给人就无所谓了 这个这个钱就是这么多钱 对吧 这个钱涨了跌了你不用管它 然后你派你自己家的股票出去呢 这个涨了跌了呢 你这个还可以再去这个说我努力工作 对吧 这个事你还可以去弄回来 但是你说你把京东的股票派出去了 然后那个京东跌了涨了 这个事 他算谁的呢 而且这个事 京东的董事会是不是也同意呢 这个肯定就是他既然你干这个事 京东董事会肯定还是同意的 这个腾讯的董事会肯定是通过了 这个京东的董事会 而且像这种我估计应该是股东会要同意的 这个才能去干这个事情 这个也是也是这个 因为我自己比较孤陋寡闻啊 这个不太见识这种事 像一个国内的这个A股 其实这个就是我经常见过很多这个 比如说到年底派息了 我派一些股票给你 甚至呢年底派息的时候还有时候这样 就是说我给你一些这个可以购买我股票的机会 但是这个也有这样 因为国内的这个公司都不爱给钱 就是他不希望跟大家分红 就是钱他都店自己抄着 都店家来割韭菜对吧 所以他有各种花样 但是在这个腾讯干这个事呢 确实也是这个最近很多人 昨天吧 这个事是应该是23号出的 然后呢我看23号就有挺多人在抢这个事 哎 这个原因 其实大家也都想的很清楚 就是腾讯呢 有点树大招风 对吧 这个逢管反垄断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有点树大招风 树大招风的这个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我收缩一下 对吧 除了钱啥都不剩嘛 穷的光剩钱了 对吧 你按道理说这个腾讯现在什么都是半笔将善 什么电商啊 他是拼多多的股东对吧 是这个京东的股东 就除了啊 陶系之外 剩下全是他们家的 这个再加上什么这个其他的这个 我看腾讯还投了什么这个这个什么企业服务 文娱 金融 本地生活 医疗教育 电子商务 然后汽车 什么先进制造 先进制造造奇变的叫先进制造 然后广告营销智能硬件 什么物流房产 什么区块链 他啥他都投 而且每一样都是投的很多 像这个腾讯呢 我们以前在圈子里做投资都是这么看 就是说这个 就是你被腾讯收购就相当于是跟上市一样 就是这个机构就算退出了 所以每一个这个就是在几年前 对吧 大概几年啊 二零 一几年吧 大概基本上是八九年前 哎 你谁要去做这个什么了 谁要去做这个 呃 创业了 所有投资人就会问他 说你干这事 如果腾讯干了 你打扮呢 就是腾讯那时候都抄嘛 对吧 这个后来呢 腾讯也不抄了 就那个时候就是大家 就是最后骂他吧 说说你抄人东西啊 这个事怎么怎么不好 后来那人也不怎么抄了 人家就是玩资本运作了 对吧 所以后来大家现在大家的这个 去很多投资的时候 如果有人来创业了来找这个投资人 要要要投资 然后投资人会问他 你什么问题呢 说你给我一个腾讯收购你的理由 说你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腾讯会收购你 对吧 这实际上是个懒人问题 就是这个 因为你说哎 我做这东西 最后腾讯肯定会买 那投资人就说 那相当于是你这个币链 就能上市 因为腾讯收购 比这个上市还要容易一点 你没有证监会 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所以这个 就在这会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 等于实现了一种身份的转换 就在国内呢 一般大家做这种互联网创业的退出方式 除了上市之外 就是被这几个大厂收购 当然现在B不怎么干这活了 就是A和T还在干这个活 主要是T 然后呢剩下的比较爱干这个活的人 是谁呢 就是头条啊 直接跳动 这个其他的公司啊 想干他干不起 这个就是可以大规模的 然后成批量的去收购各种各样的企业 就是这几家大的 他就是叫 也算是一个叫资本的终点啊 这些公司 他们呢是这个 这个腾讯呢 就是叫树大招风嘛 就是你看你哪都站着点 对吧 这个 这个而且呢很多这个叫内容产业 其实是这个国家没那么喜欢这个控制在一家手里头 因为腾讯其实是完全的一个就除了这个大家也一直以为腾讯是一个叫做社交平台吧 其实不对 腾讯不是社交平台 腾讯是这个叫娱乐内容产业平台 对吧 中国最大的这个小说平台是谁 是乐文集团啊 对吧 因为我原来是这个盛大的嘛 以前我们管他叫盛大文学 后来这门出逃了 然后被腾讯收购 然后再反正一系列复杂的故事把最后变成乐文集团 对吧 世界中国最大的音乐是谁 腾讯音乐啊 QQ音乐啊 对吧 然后这个最大的这个叫什么是谁 最大的视频是谁 腾讯视频啊 对吧 腾讯已经是这个 他其实比阿里的问题还麻烦 阿里就是卖东西 但是你所有的内容和娱乐都在腾讯手里 这个唯一跑出去的是头条 唯一跑出去的是头条 其他的都在腾讯手里 而且都是这种绝对垄断地位 所以腾讯在这个状态下 他就要收缩 就要收缩 这个电商是第一个啊 说我先把电商收掉 而且电商就是说 未来到底能不能涨 这事不好说了 这个最后问腾讯说 你为什么把京东的股票这么派掉 对吧 人家腾讯说的也挺那个什么的 冠冕堂皇的 说我们投资的所有的企业 都是为了让他们快速发展 对吧 等他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以后呢 他们已经不是这种快速发展 可以进行稳定盈利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市场上 然后跟大家去分享这个利润就好了 对吧 他说的很冠冕堂皇 实际上意思就是什么呢 这个京东已经没有快速发展的机会了 或者说就要跌了 对吧 就要不行了 所以这个呢 是这个腾讯在干的这个事情 刚才我们还没讲到腾讯最重的一个板块 啊就这几年类的腾讯投资投的这个最多的啊 2021年啊腾讯投的所有的东西投的最多的是谁 是游戏腾讯是全世界最大游戏公司没有质疑啊 就是你能想到的全世界的这种巨型游戏公司腾讯都是股东 什么e-pack啊像昨天啊啊啊昨天我讲的那个叫做什么 他误独什么这个腾讯全都是股东 这个这个而且腾讯还在不停的在收购这种大的3A的这个工作室 要去做3A游戏 对吧 这个国内其实到现在为止是中国人是自己做不出3A游戏来的 腾讯和网易都说我要打打破这个诅咒 我一定要做出3A游戏来 但是再稍微普及一下啥叫3A啊 叫a lot of money 花好多好多钱 a lot of people就是一大堆人来做 然后a lot of resources就是很多很多资源堆起来 这三个A 然后呢这样的游戏做出的叫3A大作 这个腾讯现在是整了一堆的这个3A工作室 然后呢这个他说我要去干啊我要去干 这个后边的腾讯帝国的收缩是什么呢 就是你再怎么收缩你不能把钱白送给人家 但是虽然他捐钱也捐了不少 对吧 但是呢你还是要这个合规对吧 你还是要这个呃为股东创造价值 哎所以呢我我觉得他的收缩呢可能是这个第一个呢就是一些周边的这些像电商啊像一些其他的这种产业呢他就会慢慢卖掉变成钱啊变成钱 然后这些钱呢就可以让他在一些这个呃比如像游戏啊像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呃比较这个不是那么招人恨的这个产业链里头啊然后就可以做出东西了啊就可以做出东西了啊 然后呢这个这是一块然后第二块呢是这个就是他这个呃文学啊这个乐文他这个叫做音乐这些这些包括腾讯音乐啊也视频啊我估计他可能后边也会锁啊也会锁 前面他还把这个叫什么哦虎秀跟这个啊不是虎秀是叫什么就是就是这个就是他有两个公司都是这个做那个什么呢做游戏直播的啊我得我一下把他那个名字忘记了岁数大了 这俩公司后来还合并在一起了啊还合并在一起了就这些呢他都会慢慢退啊都会慢慢退退完了以后剩了钱然后呢集中力量办大事啊集中力量办大事不要说我这个东一狼头西一棒吹这个不要搞 而且你这个哪都粘着一点呢甚至说这个很多公司一上来拍着胸脯我叫腾讯系公司对吧我是腾讯系产品我是腾讯系什么什么东西对吧以前呢这个事大家都予有容颜但是以后呢这个这个就是你会遭人记恨的啊你会遭人记恨的啊这个以后要共同富裕要反垄断要这个什么对吧你你说你是腾讯系那你咋弄啊对吧这个 原来说我这个想在这个叫什么微信里头分享一个淘宝链接不行哎但是微信里头是有接口直接在京东买东西的啊以前那么现在我把京东的股票也退了是不是这个淘宝跟京东就一视同仁了呢那京东不就惨了吗那京东就比较比较悲惨啊啊虽然说腾讯说我跟京东的关系还很好我们还要努力的一起合作对吧 那这个话他有人说有人信吗对吧这个事他没人信啊啊这个这个是一个反正挺奇葩的一个操作啊但是对于腾讯来说呢大家可以理解啊确实树大招风他其实比阿里树还大而且呢这个更是控制了大量的内容娱乐和舆论的阵地啊 控制了大量的这种东西啊所以这个事呢是很危险的很危险的 这个 退掉了以后啊退掉了以后 这个 腾讯 就在涨啊今天腾讯大概是涨了昨天退的吗 宣布消息腾讯今天大概是涨了百分之三还是百分之几 对 这个也是一个啊涨了百分之四啊腾讯涨了百分之四啊那你说被他退掉的京东呢啊 京东跌了百分之七 对吧因为你想二十一股腾讯可以送一股京东那你手里一堆散碎的京东你怎么办呢你也只能把它卖掉吗你没法弄啊这个东西 而且你腾讯弄掉了以后把它出掉了以后你京东不能再站着说我是腾讯系了对吧 那咋办啊那咋办那腾讯系这个这个流量没有扶持了没有这个什么了你跟他淘宝怎么打 对吧那就只能跌吧那你那也没有什么办法吧你只能下下跌啊对吧所以京东跌了百分之七 然后呢这个聪明人有的是啊你说京东已经这样了那后边呢对吧后边呢这个后边是这个B站啊B站也是腾讯系啊 但是B站比较有趣啊因为他是里头有腾讯也有阿里他都有啊B站跌了百分之六点四八啊B站跌了百分之六点四八 然后腾讯系的下一个公司是谁快手跌了百分之三点六五二 然后美团啊腾讯里他也在占一些股份啊这个美团跌了百分之一点六五 哎大家就想说哎 所以你这个腾讯你今儿派了京东对吧你明儿是不是就会派快手啊 就会派这个这个你持的各种股份的这个这个公司呢就会干这个事情的啊 这个他他是有可能的啊他是有可能的这个这个反正是比较神奇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比较神奇 像我们以前比如做基金的时候啊这个我们投资的公司如果上市了啊他是会有锁定期的这个基金里那个股份不可以直接就把它卖掉啊 他他比如说每年可以卖多少然后要锁多少年这个事是有约定的 但是他把这个股份派给这个他的股东了 对吧派给他一个所有持有通讯股票的这个这个这个持有人啊我估计压根就没有锁定期 那边拿到手里就可以买啊 哎那么下一个比如说每半年派一回对吧 下一回咱们是不是派B站的还是派快手的股票 那么这个他前面已经开了这个先例 那这个腾讯系小伙伴们 对吧 那那就都瑟瑟发抖啊 都在瑟瑟发抖这个这个是个很神奇的事情啊很神奇的事情 后面后面再看啊后面再看这个还会出现什么奇葩的这个呃故事没有 他这也就是在香港上市 对吧腾讯要是在美国上市这个事出完了以后我估计会集体诉讼的 对吧你派给我京东的股票了 你也没问大家你就派出来了 然后这个派完了以后京东就开始暴跌 对吧那那你就相当于是这个什么呢 所以这个事你一定是损害了大家的利益吗 哎香港人呢这个诉讼这个事还没那么方便啊 我前面讲过这个中国大陆上市这个香港上市跟美国上市的区别 哎中国大陆上市呢就是非常非常容易 这个在账面上做手脚 或者说做在你账面上不是特别清晰的时候吧 这个我说在在账面上做手脚这事不太负责任啊 这个是当我没说啊大家换一个思路我换个说法啊这个是前面我说错了 就是他这个账面上的这个信息呢其实是相对比较难以衡量和核对的啊 这个是在国内上市 而且呢啊这个大家对这个就是股民对这个上市公司的账面有怀疑或者有疑惑的时候呢 也很难去维权和这个纠正这个事情啊这是这是国内国内的上市很难 你要排队要这个审核因为国内到现在还是审核制还没有赶上注册制嘛 哎这个审核是很难的啊审核完了以后排队也很难 对吧这个这个事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事 所以国内的这个股市呢叫严重供给不足就这些股票 哎哪怕说我业务什么都没有剩一空壳这个壳也值好几亿 对吧因为那个你你排不上去你只能是这个叫借壳上市吧你把我公司买下来 然后你那个你可以来干这个事情啊这个否则的话你就上不去 哎所以国内呢是这个上市呢但是上去以后呢 呃这个别人想再去起诉你再去这个说你这个账目有问题这个事其实是挺难的 哎就跟中国大学似的叫叫这个严禁宽出啊就你要考上大学了大家就开开心心玩就完了 然后呢剩啊但是现在不行啊现在你还得考研这个大学病科毕业你基本上找不到工作的对吧这个还要考研 那么这个啊这是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情况 美国呢只要反过来他注册制啊你只要是叫上市啊你别看那个一堆人跑到美国敲钟很开心 但是美国上市很容易的啊也以这个说的也不太对啊也没有那么容易这个 这个你还是要合规啊就是你要这个提交这个符合SEC要求的文档 但是这个文档里他到底写的是说我一年挣100个亿还是一年亏100个亿他不管你 那你只要是符合要求吧该披露都披露别做假账啊他就让你去上市了他是注册制 哎他是注册制的但是啊你随时出了问题就集体诉讼这个他任何人觉得你这有问题就集体诉讼或者说前两天那个不是浑水又去做空那个什么那个贝壳房产还是什么又又又去做做空去了吗 对吧这个这个事是这样的啊这事是这样的就是他有一堆机构盯着你啊 然后你稍微觉得哪怕你没做假账他都觉得你这是有问题 然后他会这个来来来告你香港的属于戒与二楼之间啊就是上市呢没有美国那么容易 这个账目上有问题呢这个也要比中国要更容易被监管被更容易被出事他反正都属于中间就是美国就属于叫宽禁延出 这就跟考大学一样啊你上大学啊注册制只要我说我愿意去就得来吧 对吧然后呢但是你想毕业这事很难而中间随时的这个哪个老师或者哪个同学看你不过眼你你就要倒霉啊 他他是美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就美国上市香港属于这两条线就是上市难度也是介于美国跟中国中之间啊这个香港也是中国城市啊这个不要挑我的语并就是这个 介于大陆吧介于A股和这个美股之间啊这个香港上市的难度 然后这个就是账目上有问题然后被起诉这件事呢 香港也是介于二者之间在大陆你想起因为你怀疑谁谁谁的这个账目有问题 然后你想起诉他这个事呃到现在为止其实没怎么看到特别成功的案例啊也有啊也有啊 但是挺难的啊挺难的美国呢就特别容易而且这个不停的折腾啊不停的折腾香港属于介于二者之间 这个腾讯呢也就是这个香港上市公司啊这个他在美国的话很容易会集体诉讼的这个事反正他比较奇葩这个事看的啊比较奇葩 然后咱们再往后看啊他是不是会继续减持这个啊其他的公司然后怎么能够混过国内这个啊反垄断调查对吧他可能后面是说这个他的核心业务比如说这个我相信啊这个腾讯未来的核心业务就是两件事啊 第一个呢是他的社交平台这个事放不掉只要放了他就不是腾讯了对吧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他的游戏啊就是他的游戏 或者说叫内容产业吧 游戏音乐视频小说哎等于这套东西就是原来我们在这个盛大实际上就是这些东西啊现在这些玩意基本上都被这个这个腾讯接手了他盛大没有音乐盛大好像是没有音乐 对但盛大有哭溜然后呢这个我们以前在盛大我们讲的就是我们是叫中国啊互动娱乐媒体啊互动娱乐内容啊产业啊就盛大是这样的一个公司叫中国的互动娱乐内容啊现在呢除了这个就是这个社交盛大原来没有啊但是现在是腾讯是把这个互动娱乐内容全割手里了啊而且呢都达到了垄断状态啊都达到了绝对垄断状态啊 所以后边他可能就是我就这些东西了其他东西统统都退啊他都退掉然后呢这个粘股的像什么b站啊像快手啊像什么这个拼多多腾讯其实也是一个挺大的股东啊对吧这个这个 反正慢慢的就退吧 反正就退吧 这个退这个什么呢退这个京东呢还有一个事啊前两天呢这个就是这个工作组进驻腾讯以后啊 这个腾讯终于打开了这个这个淘宝链接的这个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里分享淘宝链接分享这个叫做呃抖音链接了哎但是我反正没分享成功过我不知道我哪没弄对啊我从抖音向腾讯分享的还是有问题最后出来的还是码也可能是我抖音的版本不对啊这事我没太搞懂这个啊但是有新闻说这事是放开了这头放开的时候另外一头腾讯在干嘛 他说我们要严厉打击利用链接去这个进行流量书的那个传输啊把这个流量导入到这个电商网站我们要严厉打击这件事 这个反正就是很很很精神分裂很自相矛盾的一个事情但这个其实也很正常就腾讯呢就是说这个你们就好好在我这用就完了对吧这个流量都是我的你一旦把流量导给导给淘宝了这个事叫资底啊这个事叫资底 所以所以这个腾讯反正现在还在还在看看能不能怎么混过这个事情啊但是他把这个啊京东退了然后如果这个这个后面可能他会对淘宝更公平一点因为他自己也没有自己的东西了嘛啊会更公平公正一点啊今天就讲到这啊这是一个神奇的故事啊年底了没两天了啊今天讲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 感谢大家收听